这一堂课我们来介绍这个所谓的Java17 它一直主推 其实它出了蛮久的主推说 我可以使用前端的这个JSF开发前端页面 页面的这个工具 这一项 然后怎么让结合那个annotation标签的部分 跟后端的Java class去做整合起来 让你方便使用 OK 那可以的话 我们直接进入课程来探讨 学习看一下JSF它的应用方式 以及它的那个仿真试题到底会怎么问 那我们直接进入课程啰